封建社会的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数不尽的财富 后宫家历三千 七十二嫔妃各个美若天仙 除了体现皇帝的尊贵 那更是为了保证江山的设计 龙脉不会断绝 关于皇族血统的龙脉传承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小事 比如说皇帝选妃一事 皇帝选妃的程序复杂 一环一环每一关都严格苛刻 在电视剧中有很多的情节 就讲到了皇帝为了拉近君臣关系 会选一些官臣子女 其实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前比较多 到了明清 选妃的规模制度就更加的完善了 流程复杂繁多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古代皇帝选妃入宫体检秘文 其实能够进入后宫 给皇帝当妃子的女人并不多 皇帝有权精选全国女孩中 精华入宫为其服务 被选中的女孩入宫前都要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 所以皇家对其年龄 身理心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解和测试 体检的时候每一道程序都十分的细致 容貌较好 身材秀长 身理上更容不得有半点的瑕疵 即便是皮肤上长了一颗小黑质 你都会被淘汰掉 对于裁选进宫的女子 首先在年龄上有着明确的要求 东汉时期曾要求13岁以上20岁以下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要求15岁以上20岁以下 最小年龄不能低于13岁 因为很多男人似乎有一种处女情结 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老牛吃嫩草的心理 一般来说13岁以上的女孩子是出朝前后 正是花季年龄 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是符合皇帝的心态 据传说明朝的朱厚聪就是听信了道士之言 目的就是采女孩出朝之血来炼制阳丹服用 有的女孩未到自然来的时候 她便施行催精处强行采血 为皇帝选妃正式进宫前都会进行全面的体检 很显然采选时对女孩子的年龄要求 仅仅是最基本的条件 但不是主要条件 容貌人品才是评判的两个主要的尺度 那么容貌指的就是生理条件 而人品则是主观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皇帝对妃子的生理条件特别在意 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人的时期 派朝中大臣下去帮他物色后宫 后汉书皇后记记载 刘秀遣中大夫于洛阳乡中的岳氏良家妇女 二岁以下姿色端丽 合法相者载还后宫 则是可否乃用登玉 这里的则是可否就是包含体检的程序 当时凡是被相中的女孩子 有姿色的最后通通用车子拖到后宫进行挑选 挑选后还要再来一波择选 主要是进行生理检查 其实是检查是否是处女 生理上是否有缺陷 最后挑选出最漂亮最完美的女孩子 供皇帝选择 那么身体的检查都有哪些方面呢 从史料记载来看 检查有身体器官的大小 身体形状的对称 这些都是常规的一些专案 还有一些比如说叶毛的多少 也是不可忽略的环节 古代的男人就认为 夜下无毛或者是少毛的少女呢 则是上癖 这样的女孩子最受宠 而如果身有痔疮 肯定是要被淘汰的 那么体检的第一步呢 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筛选 现在叫海选 每当皇帝到了大婚的年龄 就要昭告天下 然后下面的各地就开始暮色美女 着衣上报 皇宫都会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 挑选年龄在13到16岁之间的少女 从中挑选出5000名 由皇家支付路费 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送到京城进行第二波选拔 那么各地的美女来到皇宫 先由太监检查 大致看长相身材 如果连太监的眼都入不了 那不好意思 你就还选落榜了 第二步呢是看身材 能够进入第二轮的 说明长相就不差 这个时候就要看身材 太监们会选一个很大的场地 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 按照年龄的大小排序 一番观察之后 再拿尺子量身材 腰围胸围手脚都符合标准 才能够进入下一轮 这一轮呢就会把那些 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 全部都淘汰掉 这一轮大概会淘汰掉 五分之一的人 在初选的第二天呢 会进行第三轮选拔 太监们会采用第一天的 排列的方式 仔细地观看每个人的五官 头发皮肤 及发音的音色 仪态 只要有一项不符合呢 就会被淘汰 第一轮就会淘汰一半的人数 大约是2000人呢 会进入到下一轮精选 一轮太监们不仅会用 尺子细凉少女的手足 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风韵 这一步又淘汰掉1000名少女 那么第五步呢就是礼仪了 能够走到这一步的 基本算是入选 个个都是大美女 而宫里呢会派专门的老师 对他们进行宫廷的礼仪培训 同时会考核人品素质 那么第六步就是皇帝派遣的太监 仔细观察着 剩余的300名的留宫美女一个月 依据他们的性情语言 判断其性格是否温柔敦厚 是否拥有智慧且贤惠 所以在此呢 就会再筛选掉250人 最后剩下50人 便自动的晋级为嫔妃 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选三 由皇太后或者是太妃呢 从50人当中啊 选出三个 供皇帝亲定 最后由皇帝亲定一名为皇后 剩下的两名美女呢 都会被封为贵妃 但也有例外 也有被赐予金银 直接被退回娘家的 《汉杂事秘兴》呢 是一本描写汉代公为秘密的古人笔记 书中就记录了东汉环帝呢 刘志皇后梁吟 当初进宫的时候提检的情况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上就是说 剑和元年四月呢 宝林无须以秉须赵书曰 郑闻河州窈条民必私服 则贤作利 龙带所先 故大将军陈氏忠侯 上面这段文字的大概意思就是 刘志听说 大将军梁商的女儿 梁吟人长得漂亮 品行也好 欲纳其为皇后 刘志派女官吴须呢 来到梁府了解情况 观察梁吟走路的姿态 后来要对梁吟进行体检 梁吟起初不肯呢 吴须就拿出了皇帝的圣旨 这才同意 吴须到她的闺房内呢 把门关死啊 对梁吟的全身进行了体检 吴须先让她身体摇步走 再让她掀起自己的秀发 露出耳根 接下来呢 吴须又摸了她的身子 说她胸前不大不小 又检视了她的肚脐眼 证实是处女 卫生痔疮 最后还不忘检查她的嗓子 让她喊了两嗓 皇帝万年 以检查身带 当时呢 梁吟让吴须体检的面红耳赤 还不时的用手遮挡 这种体检与现代的选美 决赛前的内部过场 有相似的地方 而明熙宗的朱游孝选妃密文呢 就被纪晓兰而记了下来 清代文人纪晓兰所著的 《明慈安皇后外传》中 详细的就记载了明熙宗 朱游孝选妃的全过程 张燕呢 是河南的降府县人 天启元年呢 朱游孝16岁 到了大婚的年龄 明朝皇帝16岁大婚 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当时由斯理健、陈笔、刘克 进任总管婚室 先妻在国内挑选出了一批 年龄在13到16岁的女孩 官方当时发了路费 让他们的父母亲自送到京城备选 于当年正月集合 当时送进京城的女孩有5000人 张燕也在其中 当时仅从外表上大概检查了一下 由太监负责 100名一组 年龄按大小站好 太监从他们的面前走过的时候 高一点的 矮一点的 胖一点的 瘦一点的 全部不要 这样被刷去1000人 第二天进行五官体检 由于太监负责 跟头一天一样 摆明一组站好 细看每一个女孩子的耳眼 嘴、鼻、头发、皮肤腰围、肩宽等等 有一个地方不合格 哪怕是身上有长黑痣 都要被淘汰 又让女孩子自爆家门 听其声音 是不是结巴 声音粗细 这样又刷掉了2000人 第三天 借用工具测量身体是否符合比例 看其气质如何 凡是手腕粗短的 脚趾肥大的 举趾轻浮的 都不能过关 这样再被刷去了1000人 第四天 体检余下的1000名女孩 全部招入宫中 以备后宫之血 由年老的女官 带刀密室 查看身材 闻闻腋下 有没有糊臭 是其是否长得发达 这样又刷去了700人 第五步 长期观察 重在性情 300名精选下来的女孩子 留在宫中 生活一个月 以观察其生活习性 说话态度 智力高低 人品如何 前面的四道程序 重在观察体 而这一关在德和智 最后选出了德智体权 在优秀的50名女孩子当中 他们全部都当上了 朱油孝的妃子 所以有5000人 最后选出了50人 这么算来 俗话说的百里挑一 也就是真实的一种写照 而明朝都是 采用词法淘汰法 而选出公妃的 当然了 有些时候皇帝选的妃子 并非皇帝说了算 朱油孝的妃子选出来 程序并没有结束 还要从50个人中 选出一位天下的女人的表率 中公娘娘 也就是皇后 选择皇后 也费了一番周折 太监和司礼剑 是无法决定的 于是就请出了 先帝的宠妃 昭妃出来 面试这50人 昭妃着一面谈 并要他们写字 算术 吟诗 作画 以测试他们的文化素养 最后精选出了张燕 王氏和段氏三人 然后昭妃再对其三人进行体检 她面有经验的女官 再次带三人到密室中 按前面的说法进行观察 把所见的报告 汇报给昭妃 当时的女官报告给昭妃的情况 有关于张燕的情况是如下的 记载说 赵妃当时把体检的报告就如实告诉了朱游戏 朱游戏就重新召见张燕 王氏和段氏三人来到自己的住处 当时朱游戏的如母克氏也在场 克氏年已30岁 却打扮得十分的娇艳 朱游戏被迷惑 封她为凤慎夫人 克氏就发现朱游戏心仪张燕 便皱起了眉头说 张燕才15岁 便长得这么的丰满 将来大了身材会发胖 没有风起 克氏认为王氏不错 恶诺多姿 朱游戏对克氏尊重 不好意思当面反驳 便请赵选四来决断 赵选四知道朱游戏的意思 称三人皆书艳绝伦 古之昭君 玉环不能过 若论端正有福 真书不挑 则张氏女幽其上也 最后定下张燕为皇后 封王氏为良妃 段氏为纯妃 所以张燕后来 果然就是母仪天下的女人 为朱游戏死后守寡 新皇帝朱游戏的后宫总管 内侍大太监 欲与张燕结为对食 也就是夫妻 结果遭到了张燕的拒绝 朱游戏知道后 发配内侍大太监 到南京孝林种菜 最后真的就成了菜货 而李自成攻陷南京之后 张燕自意殉国 当然了 对于嫔妃体检 具体标准和要求 还可能是因为皇帝 个人的喜好而会改变 还有一点就是 公妃的选择并不全是皇帝 说了算 成为皇帝的妃子之后 会有专门的人 教授他们防忠术 来取悦皇帝 此后便开始了 妃子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功于心计的后宫生活 很多妃嫔们 会在后宫中 等被皇帝宠幸 和荣华富贵的 那一天的到来 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以上呢 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宇哥和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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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拜拜